世界上最残忍的行为艺术 这个女人是塞尔维亚的当代艺术家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 被誉为行为艺术之母 1974年 28岁的玛丽娜为了测试人性的极限 做出一个大胆的尝试 这也是她职业生涯中最为惊险的一幕 玛丽娜将自己麻醉6小时 静坐在凳子上 并提前摆放了玫瑰 口红 绳子 剪刀 甚至匕首和枪等72种物品 她在房间贴出告示 观众可以随意挑选这些道具 对她做任何事情 并且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 一开始 围观的群众们都只敢在原地观望 直到第一个人用口红试探性的在她身上随意涂鸦 接着 观众们越来越大胆 有人用小刀将玛丽娜的身体划伤 有人把她的衣服全部剪碎 有人把玫瑰猛刺入她的腹部 甚至有人拿起那只一颗子弹的手枪放入她的嘴里 这是玛丽娜最接近死亡的时刻 她的心中充满恐惧和无助 直到另一位观众从惊恐中躲了过来 在漫长的六个小时中 玛丽娜身体无法做出任何反应 但眼中渐渐充盈了泪水 麻醉结束后 她缓缓走向观众 面对玛丽娜愤怒悲伤的眼神 观众们被吓得连连后退 四散逃离 玛丽娜用自己的身体 清醒地意识到 在绝对自由的情况下 人性之恶是可以被无限放大的